台中市长卢秀燕搭上他的粉红竞选战车 一早满脸笑容放炮谢票 卢秀燕争取连任成功 不但替他自己刷新 从政以来选举连九胜不败女王的介入外 更打破了台中市升格直辖市以来的连任魔咒 当你第一次竞选的时候 市民会给你机会试试看 但是当你没有履行政界或表现不好的时候呢 那市民朋友呢 他很可能就会改变想法 所以我想在台中升格的每一位政治人物 都要战战兢兢 卢秀燕在这次选举获得了79万9107票 蔡奇昌52万4224票大赢27万4883票 并且在全台中市29个行政区的选票 集出全雷打 每一区的票数都赢过 蔡奇昌是台中市升格以来 首次全区全胜27万多票的差距 也是升格以来最多 卢秀燕是现任 那在没有选情升温的这个情况底下 现任的优势会非常明显 市政上面并没有出什么太大的包 然后他个人没有像什么论魂 或者说其他这些案子的这个这个缠身 所以他可以在寻求联任的这个议题上面来讲 就轻松的获胜 而蔡奇昌也在投票隔天进行卸票行程 挑战市长失利连自己的立委选区 大甲大安外谱和清水无期也都失守 任何一个选举的结果 都是给每一个政治人物反省检讨的机会 对我的人生来讲 其实失败就是养分嘛 而专家分析蔡奇昌大叔的原因 除了起步晚外 投票率低影响不小 或许有很多蔡奇昌 他的这个支持者 或者年轻选民中间选民 这届的台中市长选举投票率是百分之六十点零一 和上一届的投票率百分之六十六点一二相比 确实低不少 因此专家研判 投票率低可能是中间选民和隐性选民 没有出来投票 导致台中市选举成了深蓝和深绿的对决选战 华市新闻时报红天辉SNG台中报道